金华桥是花蓮市重要观光地标之一 由于年久失修 桥梁有多处刚垢 发生腐蚀以及护栏损毁的情况 因此花蓮市公所提出 争取中央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或核定1000万元补助 而这项计划目前还带 依委员审查意见修正后 将可办理招标工程 助力在美轮溪上超过20年的金华桥 因为年久失修有多处刚垢 已经出现锈石及忽然毁损的状况 因此花蓮市公所特别提出 恋恋风华再现 花蓮市经华桥友善计划 积极向中央争取 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或核定1000万元补助经费 在6号上午 市长会加弦也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 到场了解计划的修缮内容 而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副执行长郭印毅 以及花蓮市民代表会 多为代表已都到场关切这项计划 这个花蓮市金华桥 在地方上是很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 历史桥梁 那么我们很多花蓮市民呢 也常利用这条桥来散步 来做一些休闲的活动 那么我们花蓮市长魏嘉贤 他非常认真 我想包括市长 包括我们代表会 这些代表们 因为受这个我们花蓮市民所拖 对这个金华桥的维护 非常的用心 那这一次我们要特别谢谢 我们行政院东办处 对我们一个大力支持 尤其特别在关益副执行长 在国发会开会的时候 帮我们把这一条预算 争取起来 而且是多加了一个预算 让整个金华桥能够 风华重现 那我们希望说 借由这笔的费用 将近1000万的费用 能够未来除了能够把这里原本有的一些老旧设施 或是无障碍空间把它做改善之外 最主要还是桥梁的安全性 那金华桥对花蓮市所有的市民来讲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景点 以及相当重要的回忆 也期盼在我们代表会跟市公所的努力之下 能让我们金华桥 我们繁荣再现 让更多的人能来到这边休戚游玩 市长威家先表示 金华桥是上级政府交由花蓮市公所委托代管 但以公所目前的财政现况来说 很难有充裕的经费可以每年维修 感谢行政院东福中心及花蓮市代会的力挺支持 并期盼金华桥风华再现后 上级政府可以每年定期编列管养费 将金华桥打造成美轮溪河畔的新亮点 记者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 花蓮市报导